沙中線申請增加部款8億已經是兩個月之前的事 我期望財務委員會能夠把握時間 否則說政府是需要支付利息的 地鐵超過支,你不付錢就罰利息 無論是賺或虧,他都收5% 地鐵作為管理人,收到地質不得的又照做 你們自己政府又由得他 合起來是可以這樣嗎?在商業世界 休成武,你不要跟我說 你在商業世界可以這樣嗎? 經常跟我們說,香港是一個自由社會 商業很重要 這個原則不用在你那裏 阿哥,你自己做的事不是這樣的 洗臉吧,還罵我們拉布 你有哪間公司是這樣的? 試舉例子,有一間公司是連續5宗他最主要的業務 是超支 然後會計說,查,為何是這樣 沒有,因為我交給一間廠家做 廠家依時交貨 如果我們不賣賣美,還要告我們 這樣也可以嗎? 做貨的訂貨的錯了 我沒有告訴你,他要炒 告訴你,你隱瞞會計,隱瞞炒 出納給錢你就要炒 我就是出納 我給錢你,我也要炒 我再問一次 有哪間公司是可以這樣的? 做錯,錯完之後 做錯的就沒事 這樣也可以嗎? 你小時候讀的會計學和整個企業管理是可以這樣嗎? 如果香港政府是一間上市的公司會怎樣呢? 是可以這樣嗎? 是可以別人不跟我們合約做事,還要付錢嗎? 如果你自己錯了,就自己要辭職吧 你任由地質資料不齊全 都任由它 政府任由它 地鐵任由它 別人當提款機一樣 撞石又收錢 撞泥又收錢 我都說過,我自己做過 一撞石就拍手掌 很難嗎?做探討 找溫家寶,溫家寶是地質學家 叫他下來 他來啊,有哪間公司是這樣的? 跟總經理說,再是這間公司要倒閉 不要緊 大把錢 不見了三千,不要緊的那些是熟人 跟地鐵判事做的那些 是中國海外的調量 地鐵自己的朋友 最新的編離系數,0.539 就是那些錢給你派了給別人 你們是甚麼人來的?